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两项车 这个车型空间要比一般的小两项要好 但是赶不上三项的轿车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但是这个空间灵活性要比三项车要好得多 旅行版咱们国内不认 所以这种大两项车大行其道 跟它类似的斯科达车和别克车也都有对应的车型 这台车是2017年12月份上牌 车历只有一年半 行驶里程的两万公里 装配的是大众的新款的 E211的1.2T的这个乌轮增压四缸发动机 手自一体变速器 这个配置是它的自动舒适的高配 行驶里程很少 车历很短 像这种日德系的小排量自动车型 是市场的旺效车型 大家看一眼 它的前两也是16年以后的款 这个橙色大家也看一下 非常新 轮胎啥子都很好 只有局部的小刮蹭 其他基本都是原车器 还在保修期内的准新车 当时这个车上完牌子应该是13万多了 现在的价格是10万左右 如果喜欢小排量 德系 自动的 这台车你真的可以考虑 尤其现在有孩子的家庭 这种大两项车带来的空间灵活性 非常的好 比三项车能装的多 感兴趣的朋友来看一下吧 大众朗星是标准的大众风格 简欧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四门电窗 电动后视镜 这边是大灯 高碍可调 然后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多功能方向盘 这边控制是音响 这边是控制的行车电脑 还有电话 这个巡航定速是有的 然后智能钥匙 一键启动 还有什么东西呢 大屏的安卓导航 倒车影像 安全气团 真皮座椅 天窗 舒适版是大众车型的中高配 跟豪华配置比 可能就少一个电加热座椅和电动座椅 这个车的座椅是首条的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车的这边的配置 这是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可关闭 这个车也带起停的 倒车雷达关闭 胎压监控 这地方有12伏的电源输出口 我们看一眼 这个手套箱的深度可以 这地方是有个备座 副手 总体来说 中规中矩 这个车还有侧气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真皮座椅 侧面的包裹程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天窗盖板的塑料膜还没去 非常的新 这个车大家都很熟悉了 1.2T的动力驱动这么大小的车够用 谈不上动力澎湃 不如1.4T的动力更好 但是应付家用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车的层色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新 最后很小 毕竟只有两万公里 一年半左右的车铃 包裁盘大小适中 所有的件的内饰 还是保护的非常好 准新车标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朗星的后排空间 让人满意 新款的级别的大众的紧凑型车 空间都行 膝部空间一拳零 三指 头部空间一拳以上 它这个地方有多少内凹 所以这个空间还不错 这个真壁座椅的这个做工和材质都上成 油中央不少 大家看 如果需要可以放下来 有两个被坐 这个地方是个杂物盒 没有后空调出风口 这个地摊高度比较高 所以这个车后排拉两个人比较舒服 拉三个人地摊的存在 所以不会太舒服 中间的客人坐的时候 腿会分开放在这两边 舒适性比较差 但是毕竟这个车定位在家用 所以满栽的时候比较少 这个缺点倒不是特别的明显 坐供上乘 空间 这地方还可以独立的照明凳 这个后排的三个座椅都有独立的头枕 这个德国车的坐供和安全的测试还是不含乎的 总体来说 城色很近 准新车 价格十万块钱左右 挺靠谱 感兴趣的朋友来看一下吧 朗行的车尾设计就是说有点像旅行者 但它比旅行车的车体要短一些 后风挡的顶刮 高位刹车灯 车顶行机架 看一眼 上海大众 拉威达 朗尼 180TSI 180是指它的加速能力 实际它的排气量应该是1.2T的 四缸发动机 我们看一眼 这个车的后边的行李箱容积 不折叠任何座椅 它也比一般的两厢车要大 目测行李箱容积 互折叠应该在400升左右 座椅可以2.3分1分开放倒 空间可以拓展到1000升以上 我们来看一眼 这车的后边的备胎和工具 这地方有一个储物格 可以放一些杂物 备胎是铁圈 全尺寸的 备胎的底下还有个储物格 比较规整 总体来说德系车 底盘扎实 板件也比较厚实 车铃短 里程少 车况好 10万块钱挺靠谱 感兴趣的朋友来看一下 好 这台老型我们就介绍的是 如果您对这台 只有一年半的老型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 公众号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言 大众老型 我们会有更多这台车的资讯 给您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